大家好 欢迎收看会市焦点 先看看市场的焦点 人民币急错之后继续要偏远 曾经创一个星期低位 人民银行打破了近半个月的做法 向市场投放900亿元人民币资金 主要是满足贵美的资金需求 至于美国的零售销售出乎预期有得升 市场对于经济放慢的忧累降温 支持着美元反弹至三个星期高位 金价方面就要双应急错 曾经落到超过一个月低位 人民银行在中秋假期之前 就向市场注入资金 加上美元强 人仔是偏弱的 跌到6.45水平 一个星期低位左右 在岸价最新是6.456美元 这个位置 人民银行公开市场 相隔超过七个月之后 重启14日期逆回购操作 规模是500亿元人民币 另外也做了500亿元人民币的七天逆回购 扣除100亿元人民币单日到期两之后 其实是正投放900亿元人民币的 打破了过去近半个月零投放零收回的情况 其他消息可以看到 中国在五个月以来首次增持美国国债 另外中国正式提出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即是简称CPTPP 正式提出申请 不过日本经济再生大臣就说 需要确定中国是否合乎CPTPP的极高的标准 我们这一节嘉宾请来李振豪和大家聊聊天的Frank 早晨 早晨 人行突然在假期前放水900亿元人民币 你觉得是否纯粹要满足假期前的流动性 还是会有更加多的货币政策考虑 特别是近期因为恒大财务问题 市场融资成本都升了一点 当然表面这样看 其实跟时间有关 又刚刚告季尾 又宅着下星期中秋节假期 再14天之后就是国庆假期 所以假期前和季尾做这些动作 表面上其实是一个很正常的数字 但最大特别是他做14天这个数字 大家都知道如果看回整个年度里面 其实是一个很奇妙的 就是他差不多是七个月 还是八个月之间就没有动过这个数字的板块 所以如果以这样做法 开始看到中央对于这个经济走势 有些开始放松一点 因为毕竟你看到前几天 公布的头八个月一些固头 一些零售销售 继续这样是顺于预期的 所以如果再这样下去的时候 那些PMI已经跌出50了 是不是继续收紧呢 所以其实看到如果比较中线的观察 这个14天的开始 有机会未来只会更加多不同的日数 甚至乎额度会逐步上升 相信目标是因为经济的状态 而不是所谓的一些个别 比如说房地产的问题发生 因为毕竟如果大家看到房地产的债务 你说一千亿呢 其实就比较少了 救不了些什么 所以其实如果在未来日子 要去救所谓一些房地产的债务 或者某些板块的债务 相信一些减了一些RRR 或者甚至乎部分地方的利率的下调 才可以救到这么龐大的一个问题 好的 至于人仔的价格都想问你 最近其实都有一些强的 特别是又有中美关系改善 即是在憧憬这个因素支持一下 不过今天又看到价格 跌到6.45这个水平 你觉得其实是什么原因呢 后市有没有机会看好一点点 人民币是比较硬正的一种货币来的 你见到其实美金产率93 人民币都是6.5附近都站在那裡 相比于其他新兴货币 在跌到double digit的数字 其实已经很好 所以其实你会见到短期内 经济能够支持回头 和一些所谓的行业的整改 市场慢慢消化 相信短期内都是一个非常窄幅的波动 大于6.5至6.4之间 这100点之上上落落的机会较大 要突破这个所谓的框框 或者升到6.4或以上 相信要留意一下国庆 会不会更加多在国际期间 宣布一些指标性 或者道向性的一些政策 从而令到人民币才会偏强一些 如果没有的话 在现在美金93之间 都是责幅6.5至6.4之间 会比较大 好 人仔似乎Franc 觉得都是相对硬朗一点 说起来美国那边 他们的零售销售 就出乎意料回升 都为美国经济放慢 那个忧虑降温了 美汇指数就有得升 升到12.9水平 大约是三个星期高位 出身美汇指数92.8 详细看一下 刚才提到的美国零售销售 8月份按月升0.7% 市场原本预期是要跌的 扣除汽车 汽油 建筑材料 和膳食服务的核心零售销售 更加是可以升2.5 升幅是五个月以来最大 在美汇强势之下 拖累着金价要进一步下跌 跌到每盎时1750美元的水平 大约一个月低位左右 最新1757美元这个位置 Francq又想问你 今次零售销售美国的数据好 下个星期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 就会开会 你猜会不会都可能影响到 他们的会议 又得有些减慢买债的信号出到来 看到零售销售其实上升 里面所谓的意料之外 其实看回数字又不是很意料之外 因为里面你会看到和一些就业有关的 当大家回到工没有了失业救济之后 回到工里面 譬如你看到一些travel 就算是一些运输 甚至乘搭地铁那些人数 和消费其实是上升的 也就是告诉大家 其实如果真的就要向好 一些基本民生吃穿走走走 那些其实才出现一个通胀的出现 这个才是最核心要去解决的一些所谓 担心的通胀问题 而不是那些油啊或者一些原材料 这些都不是PPI的问题 所以如果深究里面的数据 其实美联储是需要 年底之前要做这个缩表的 至于是不是9月22号 相信会退后 因为刚才说了 那个见到那个通胀数据 就算零售需要向好 就是通胀数据 如果大家记得 回落一点点 由5.4到5.3 有个藉口再观察一下 才再退后 看会不会11月5号 才去做一些宣布 另外值得留意 是债务上限的deck ceiling 其实在影响整个美国的一个风险 虽然大家知道 deck ceiling每次都会上调的了 但是每次去到这些关节位 大家都会害怕的 所以对于美联储来说 9月22号可能有些太近了 那不如退到11月 才再考虑机会比较大 所以你会见到 其实在现在的美股也好 其实都会的 因为都担心 就算数据向好 都是tap ceiling 机会比较大 直至到11月 那美金来说 93这个位置徘徊 相信短期内 都应该在这些位置里面上落的了 Friends觉得 美匯应该继续93这个位置上落 金价相仍都看着 下到1750这个水平 你觉得其实这个价位跌够了吗 还是可以考虑一下 捞一下底呢 当然它和美金的关系性很简单 淺白 一个背词 这个不用特别解释 但是留意一下最近出的买美债 持有人的百分比 看到中国是买多些的 但是看回整个数个表下去 一些俄罗斯和东欧国家 开始看到 从今年年中开始 其实是沽出一些美元的资产 反而是买入一些黄金的 也就是简单地说 其实这个调盘 未必在中国和日本里面发生 但是一些比较实力强大 或者一些比较外汇处 比较重的国家 已经开始慢慢地做 所以如果一些比较长线的资金 买入黄金 要去大跌的空间 其实不大 之前那些位1680 相信穿的机会不大 不够100元相比现在 但是要向上升 大家都知道也没有什么可能 因为见到10年的债息 现在去到1.37 之前说1.2多 现在已经去到1.37 如果继续朝向Tapling 11月 相信债息上升 黄金都会有些压力 所以简单地说 1700元1800元 这些状态 机会比较大 我们不如想问你 关于英国那边 英零银行下个星期 就会议息 高盛就看最快明年5月 就说开始加息 你觉得机会大不大 如果要排队G7 或者一些所谓的发达国家 其实美国当然是 要看回它的动向 其他另外六个都要看下 看它如何 如果真的要考虑其他有实力的国家 纽西兰加拿大 其实都已经率先说可以加息和减少扣债 而第三个可以做 相信就是英伦银行 所以其实你会见到 对于那个美元的上升 那个抗跌力 在英镑之中 1.37个数字 其实都相对来说 比较硬正的 所以如果真是美国11月宣布 而在往后第四季里面 各大央行 英伦银行 纽西兰和加拿大接种去做 令到那个外币来说 都有个支持的 所以如果真是想买些英镑 其实1.37个附近 相信大幅度跌穿的机会真的不大 你们买来自用也好 投资也好 上网是什么呢 之前看的1.41个附近 好 给个提示大家 1.37英镑可以考虑买的 麻烦谢Frank和大家的分析 我们会视焦点也都看到这里 多谢收看 第一个视频 来到二栋追击的环节 这一节我们讲下若股 有白测神舟6160 看看今天的走势是怎样 高开2.3%开播在237元 开市之后曾经是因怕倒跌 下跌低位227.2的位置 其后亦都很快转升 一度升幅去到1乘4 暂时做了高位 看到图中黄色字265元的水平 同时间亦破了顶 即是创了新高 现在就算在埃近日中比较高点的位置 进仗都去到接近1乘4 做着263元的位置 原来都升不少 见到由9月打号开始 累计的升幅以今日的高位计算 进仗都去到超过4乘3 升得这么多还好没有追选前景如何判断 我们继续有嘉宾有Daniel 跟他谈一谈 Daniel 你好 你好 我们讲回这一只百制神州 如果配合一些消息面 就见到9月开始股价突破 而有些什么申请的进展 都是讲这些药 哪方面比较多一点 就美国FDA处理这一只药 叫做百月宅 百月宅是百制神州三种主要的商业药品之一 用来医照多种血癌的抑制剂 先有批准用在治疗华士巨球蛋白血症 之后就见到中间那一行 被美国方面受理针对在食管轮撞细胞癌新药的上市申请 最新的进展就说到被当局受予一个加速批准 用在治疗复发或者是难治性边缘区的一些淋巴楼 你觉得关于这一只药的进展 那个敏感度有多大 都挺大的 因为公司主要都是三种商业药物 这个百月宅或者另一个名字叫习布替尼 都是其中一种最主要的药物 所以其实未来对盈利贡献都是很关键的 这个药物 还有这类的未有盈利的生物科技股份 通常都很受这些消息去推动股价 因为本身的收入的或者盈利的状况 本身都是比较少的 都是市场看好他们来的增长前景 增长前景都是很视乎这些药品的研发 或者是审批的进度 所以密集地有一些好消息传出来 对股价帮助都是重要的 这些药股都很视乎他们的新药的进展 不过讲到说究竟百月宅 他过去买这一只药 究竟我的情况是怎样呢 这一只药本身就已经在美国和中国 就是他们所说的 主要的医药市场里面已经有销售 同时间在上半年来说 已经是被纳入到 内地方面有个国家医保的务目里面 就是说有减价的 但是就进入了进去 就有很大的供应可以做到 上半年来说 我们列了一个图表 见到占了整体的产品收入 就是说第二行那个 就是百月宅 我们刚才说的药 收入的额是占了两成六的 这三只都是他头三大 就是百祭神州 以上半年来说收入最多的产品 就是说百月宅也算是第二大 以那个岸年升幅来说更加是跑出了 有整七倍多 现在见到说美国FDA的进展都挺多 这个增长动力是否可以继续下去呢 那个贡献是不是有望大增 应该都是的 当然另外两只药的 当然CRETE都会有自己的进展 近期的消息主要都是在百月宅那里 但是我想三只药物的增长前景 都是会有很多的空间 当然几个药物 接下来的贡献的占比 可能都会有些变化 但是应该 就是说百月宅的话 增长的动力都是维持到强劲的 公司也都有其他的收入 就是跟其他药厂合作的收入 我想几方面的增长空间相当之大 就是毕竟现在那个收入的水平 都还是比较低的 就是相对公司几千亿的市值来计 当然还是一个很高增长的阶段 市场都是看好 未来几年保持到一个很强烈的增长 因为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主角 百月宅就当然成了七倍升 同样的倍升 即是说岸年收入都是第一行 亦都是它主要的增长的引擎 就是来自百泽安那里 很多是憧憬 但是就想问回 因为你一开始已经点到 说百济晨州 你看回他的那些投资 他都真是长期处于一个亏损的状态 就算是说中期的时候 亏损的确是收窄 但是虧了都去到四亿多美金 那么多 现在说多反一些的收入 又真是可不可以支持今天说破顶 可不可以延续这个升势下去 业绩方面的确看到收入增长强劲 业倍数计 那么开支的增长就相对是少一点 增幅 所以令到亏损收窄了 我相信未来的趋势都是这样的 收入都是一个很高的增长 那么开支是一个可控的增速 令到亏损逐步收窄 那么最终当然会有些盈利的预测出现 那么股价就当然先行很多 这一类的生物科技股份 未有盈利的 那么都是在买来几年那个前景 股价方面就升得略然比较急些 如果看图表 他上市以来 那当然连回是破顶的 但是多数每次破顶 都会只有有些后秋整股 才之后再反复向上 就很少说破顶之后持续升得很多 还有如果看图表今年以来 一个大型的下降通道 的确在这个礼拜初 明显是升穿了通道顶 下降通道顶 如果看回量度目标大概是280元 其实今天都挺接近的 OK 看着280元 预期来说还有十几元的水位 不过你说得很对 在于 大家知道股价的借股 走得很快 快成怎样呢 看回大行的目标价 很多只已经过了 看到摩通 瑞信 摩根士丹尼那些 目标价都在说240元的水平 过了 尤其是看到最新的那份报告 麦格里他看的目标价 都真是很审慎 看到148元的水平 在阻禁 评级是跑输大使 不知道你怎样看理据 因为他都说担心 的确是刚才说到新药的进展 但是美国市场竞争激烈 而且他整体的毛利率 之前是有跌到的 不过都站在71.8%的水平 相信压力持续 因为今年 迟些的时候 内地都应该会有 集中采购价格的谈判 那这些风险你又觉得 是不是要留意一下 当然要留意的 亦都是很受 政策的因素影响 特别是内地 如果集中大量采购 这些因素 当然是预期 我们的药价会跌 毛利率是大幅收窄 但是就以量 补回价 即是进入了 依宝目楼 或者是大量采购 通常的量是可以大增的 整体的盈利的影响 又未必是负面 我想都是有个增长 当然 市场对这类部分的目标价 或者股值上 通常都会比较分歧 因为始终 未来对盈利预测 都不是那么能见到高 大家的盈利预测方面 已经是会比较差别大 比股值上也会差别大 所以有分歧也正常 既然是这样 多说一些部署 刚才你也说到 多数都要回调再上的 这一只股份 14亿RSI 我们看到都很强 今天上到80的流上 最近升得来 即是突破期间 有大成交的配合 看着280元位 需要后低赛 吸纳 整个部署来说 有货没货 应该怎么做 最好都是等它后抽 起码年初那些高位 即是240左右 甚至是下通道 顶部 看到是守得住 之后再速力向上 即是在240 至220 这些区间 才吸纳会好些 但是都要留意 如果很短期之内 出现一些 见顶逆转的信号 即220元 都很明显跌穿了 可能又继续维持 还行通道里面 暂时来说 都急升去到 一乘三 首在262元的位置 谢谢丁练和我们分析 我们先休息一会 一字财警消息的时间 本港上个月个人破产和企业强制清盘程程中数 按月都减少 破产管理署公布 上个月个人破产程程有587宗 按年下跌1成8 按月都轻微回落 累计头8个月 个人破产程程 按年跌1成6 去到近4980宗 8月企业强制清盘程程有41宗 较去年同期上升近5成 但按月回落6% 头8个月合计 公司强制清盘程程中数 按年增加1成6 至超过320宗 人民币中间价创一个星期低位 官方开出的人民币中间价 最新报6.4527对1美元 较上个加日跌197个点 是自9月10日以来最低 现货人民币略为偏远 再按价和离按价 早段都在6.45水平上落 另外人民银行 今天进行1000亿人民币 逆回购操作 其中7天期和14天期 各占500亿人民币 在银行商隔超过7个月之后 再重启14天期逆回购操作 扣除今天到期的逆回购 单日在市场正投放900亿人民币 港股最新情况 港股反复向上 大市低开78点 曾经跌超过240点 去到低位有支持 最新升近86点 财经消息先看到这里 多谢收看 回来节目360 身边有苏联邦苏先生 一起看着大市最新的情况 苏先生你好 你好 指数方面 看到今天 今早都挺害怕 要跌243点 再见今年以来的低位 期后就有得咬哑到升 最多都升到176点 现在就扣银行局 升到117点 总成交就比较少 只有680亿多 部分的指数还要跌 金融 公用指数 地产指数 暂时仍是向下 先问一下苏先生 现在整体大市表现 究竟要探第三只脚之后 市究竟何去何从 现在就这样看 似乎有少少承折 部分股份 都有少少买货的意欲 但是不是这么快危机 就解除了 如果说暂时 看今早的表现 就去推断 万人危机 完全解除 暂时来说 还是早了一点 我相信 Anyway 在今个星期来说 星期二 见过反弹高点之后 连续几天都出现 急剧的下跌 过去那三个半的 交易日里面 都下跌了 一千五百多点 今早早 股仲曾经一度 开市早段 轻轻穿过昨天 24,500 那些低位 都去过244,24 数字 不是挺好听 在244,24 就立刻 跟随 随着腾讯股价反弹 大市就抽升了 但是暂时来看 今早早到现在 这两个小时的交易状况 力度都略渐不足 成交方面 亦都是比较平时来说 稍微少一点 一方面 北水暂停 南下 亦都是一个 主要的影响 暂时来说 今早看到 个别的内房 譬如说 碧桂园 那些有反弹 个别的澳门豪倒股 例如银鱼也有反弹 稍稍令到市场气氛 稳定回来 但是在周末的时间 会不会是国内监管者 有新招出呢 更加严厉的辣招出呢 这就真是比较难说 暂时来说 都是看着 今早早 和过去的两个底 三个底 244 24-24550 大概100点 这个区域的支持力 我们都要保持警惕 政策方面 风险 不明朗 还是暂时困扰着市况 我们看A股的指数 A股中午收 个别发展 创业板升到超过1% 但是上证跌21点 深淨跌39点 沪深300指数 升到13点 我们跟苏先生 看看科技股最新的情况 科技股方面 暂时 普遍都可以有些反弹 苏先生有没有说 这些科技股 暂时哪些 追得过 京东健康升到7% 京东都升到4% ATM交出1%到3%的升幅 有没有说科技股 看不看好真是 继续调整完就能继续弹 还是现在弹点在一些 鬆一鬆的货的时候呢 科技股里面 就开始个别了 比如说昨天市况 持续都是下跌的时候 早前是连回被抛售的 例如1024快手 在昨天来说 或者是这两三天来说 反而跌幅是比较少 亦都一定程度上看到 仍然都继续有买盘 部署在 譬如说 96、97那些水平 都有几积极的买盘级 如果是以较稳健一点 近期来说 始终96、18的京东 表现 都算是较可取一些 当然美团也算不错 但美团我略想它 来到现在这些价位水平 再上的空间应该差不多 我始终觉得96、18的京东 当然都是受着監管政策 收紧所影响 但是 由教组之前 说女股神Cathy Wood 再恢复增持股份之后 它的股价表现 开始责幅偏稳 今天也是收服300元这个水平 我觉得 短期来说 如果义科技股 京东是一种较稳的选择 并不表示 腾讯不好 我一向都很拥护腾讯这个股价 但是 亦都因为腾讯 牵涉相关的衍生工具 非常之多 好像昨天和前天 腾讯的牛症 大股市的牛症 都杀了一批 所以腾讯的股价 即日的波动率是非常之高的 所以 適合一些 比较上 搞风电就近开发 所以在广大农村 城乡 实施千香遇风 希望全国可实现 1000GW风电装机 今天 立刻炒起了 去看风电相关的设备股份 A股很多只都升停 H股部份也有追捧 看到部分天能重工这些升两成 节能风电升到一成 都升停板 其实近期风电股 都有少少异动 金风今日都去做好 升到超过百分之一 农园电力 新天绿色能源 都暂时做得不错 问一下苏珊 现在是否应该跟随政策 又继续炒风电股 尤其是将目标 摆在设备那里 没错 在目前来说 入市的选择 当然要跟随政策 或者政策主导 为马首是瞻 新能源的板块 目前来说 仍然在吸引资金 不断的流入 台外说 体育用品不好吗 体育用品也好 亦是秉承着大健康 这个概念 近几天也有点回吐 我们说新能源股里面 当中的风电 始终都是属于 清洁能源的龙头 所以在国内A股的板块 有清洁能源概念的风电 始终都是保持着 大涨小回的格局 当中年代 H股的金风 甚至是916的龙元 股价仍然保持着 平稳向上的格局 所以我觉得 在现在这个水平 这个板块刚才提及的 这几只股票 或者在原光幕上再说 多一只 956的新天绿色能源 都是适宜逢低吸纳的 好 我们也看看金风 208这段时间 其实早前才有 再创过52周高 市房始终都是有些波动 相对在高位的股份 应该怎样做部署 现在应该高追还是等回调 不过政策是不是支持之下呢 这类股份 就算大市展开 跌浪也不用怕 首先说 入市的策略 高追 如果是在第一波 或者是在较早之前 捉了底之后 第一波第一浪 开始抽升上来的时候 采用追市 追进去的策略是可以的 但是 譬如我们现在说 金风 股价在7月底 大概是由12元多少少 开始抽升上来 较早之前 上个星期 中 都见过 是轻轻穿18元的水平 毕竟那个股价 都升了接近五成 所以现在来说 入市 就适宜是 趁它调整的时候 吸纳 毕竟大市 也是处于一个 比较动荡的 或者比较波动的 格局里面 所以如果在 说回金风 接近这个 16元或者是 比较松一点 16.5元的水平 吸纳 是会较为好一点 令到你的 持货能力比较强一点 好 二来 A股金风的股价 也是较为飘忽一点 虽然现在 A股 相对于 H股的日价 大概都是 一成多一点 但是我看 省后时间 金风 H股股的股价 应该有机会 冲破18元 刚才说的 上星期的阻力位 好 留意着 尖锐风电设备股份 今天没A股 升得这么多 但部分都做得好 看 主义电力政策 发改委说 四大重点电价改革 要落地 当中有说到一些 比较具体的细节 包括 新能源电 他说要 便宜较上网 之前 尖锋电价希望做一个分市机制 尖锋电价会再加20% 另外会更加严格限制高耗电行业 向他们发出明确警示 部份的电力股今天有得炒起 多谢升停 H股的电力股今天也有得继续做好 华能国际和华电国际的A股分别升5-6% 看看H股的电股 H股的电股潤电和华能国电都做得不错 升1-2% 问回苏珊 几大概念 我们现在搞了电力改革 以来它们里面都包含不少新能源的发电的占比 都越来越多 电力股应该怎样做部署 电力股来计算 譬如说燕光幕上没有的神华 始终都是以火电为主 所以譬如说今天它的股价表现都是较为外制 轻微倒跌 如果以电力股来计算 较为夹杂着传统火电和新电的概念 始终我觉得都是华润电力较为平稳 一来有业绩支持 二来最近大行亦都相计加持 就是调升了前景和目标价 2380 中国电力那些 始终的股价都是较为飘忽一点 还有入场费较为少 所以在近期来说 累积了升幅这么大 短线投机炒作的味道比较浓一点 所以如果是以一个中线平稳一点的角度去看 我觉得始终836的润电会是比较好一点 还有现在调整了下来在19元附近 我觉得稍后时间 它应该有机会 起码试回之前22元的高位 留意润电 刚才也有提及到神话 煤炭股、钢铁股这些就比较大幅度回吐了 煤股整体都要调整的 当然政策现在就说 虽然煤的价格不容易稳定下来 但是政策上都会尽量稳定的煤价 接下来就是旺贵 煤股究竟还有没有得炒 如果即将步入寒冬季节 对煤过去来说 一定程度上的需求都会持续加大 还有在环保的概念下 对于一些过去中小型 或者不合规格的小型煤厂的生产上 都已经是有非常严格的限制 亦都部分已经是被大煤企业并救了 但是如果是近期的焦点 1171的远周煤 甚至是中煤能源 那个升势我就嫌它们升得太急速的 稍为来说我觉得仍然都处于一个调整的阶段 可能调整多3-4天 在下个星期中后段的时候 才留意都未迟 留意媒业协会就倡议业界 不要加价 看受媒业价 那个价钱和期货波动 这次先到这里 转头回来就听听家庭观众的电话 好 好 这次是 你平时就给10分钟 或者是 2分钟 transf面 用锁子 加入10分钟 3分钟 集合 加底 加底 为 确 混合 迅 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雖然之前充過上500元 但明顯是站得不穩 最新是495.2元 平保中人壽都要向下 平保可能優心手上的內房資產 現在都跌到接近有8% 怎樣看金融股的情況 金融股來計 近期一直表現比較強勢的友邦1299 在這兩天來講都開始有些支持不住 在星期三跟隨大市出現一個顯著的下跌 90元失手之後連續兩天 都在90元以下爭取 暫時來看如果以金融股 或者再細分一點講本地金融股 星期初跨境理財通的概念 對於本地金融股帶來的刺激 亦都是較為短暫和輕微一點 雖然營股網上沒有的 我們可以順大講講 二、三八八的中人香港 在周初的時候 反一發 少少反彈之後 接著都有一些是無以為計 比較上 以業績的概念支持來講 我仍然都會選擇是友邦和三八八的港交所 最後那兩隻就是平保和中人壽 暫時來說仍然還要回避一下 過去在節目上 近期都點評過中國平安 始終受著企業債的危機影響 暫時來說 股價仍然持續向下滑 在沉身低的情況下 暫時來說都是不適而占手 比較上始終都是選擇 友邦和港交所 好 警惕一些 我們都聽一下交亭公司的電話 譚小姐等著我們 譚小姐Hello Hello 你好 我想問什麼呢 你好 我想問沪峰呢 價錢跌得很厲害 是 開始買的 我買了一個 41元買了 好 明白 今天都見過超過一個月低 現在究竟是否止蝕的好時候 趁虧複不是那麼深的時候 在現在這些39元邊緣的價位水平 我覺得可以忍耐一下 不需要考慮止蝕 因為以現在低於40元的 匯豐價位而論 如果它是保持著 今年中期的時候 所公佈的業績狀況 以及一定程度上保持 繼續恢復這個牌息的話 在39、38元這些價位水平 應該有一定的支持力 如果省後時間能夠積極些 安排到股份回購的行動的話 應該對它的股價有更為大的支持 剛才這位觀眾透露的是 就是41元多一點 就買了匯豐 跟現在大概 都是相差3%多一點 我覺得 如果你不是急於要套現 沒有資金的壓力的話 在現在來說 你忍耐一下 因為畢竟大市跌了這麼多 匯豐 其中一隻權重藍手股 它的股價不可能會不跌 你有心理準備 我覺得如果大市真的進一步 跌穿24,500 或者昨天的低位24,400 下去24,000關口的話 如果以這個simulation來說 匯豐的股價跌到36個領 是順理成章的事 但我覺得應該要忍耐一下 這個水平我覺得 就不建議止蝕節 我們快看一看 恆大最新的進展 看到恆大的跌勢都加劇了 最新 早上跟大家說過的話資 恆政總裁再減持恆大套現 現在監管部門 據報已經介入協調賣下資產 股價股方面 恆大當然要再到村底 13333今早已經要再向下跌到2個多的情況 整體系內部分的股份 繼續都盤貴在跌幅上 中國恆大最新跌又去到12% 要留意恆大物業 但有得炒起升到超過7% 不過恆大汽車最新要跌的成半 和蘇生談談一下民生銀行 因為之前有些大行的報告說 其實民行對恆大風險的暴露是最大的 恆大涉及百多間銀行 和百多間非銀行的倡戶機構 現在大家都擔心誰收入上 拿著欠缺最多錢 民行看到要跌4% 今天都有見過52週低 其實股價近來都不斷向下 其實都是一路逐步反映著 最新要跌4.6% 要不需要跌這麼多 還是未完全反映了風險 比較上我覺得是 現在開始反映著 對於恆大的債務危機受拖累的風險出來 一向來講 我們簡單品評內銀股 無論是民營銀行 或國企銀行也好 簡單看如果它的派息率 是比較市盈率來計 拍得住或甚至比市盈率高 就應該很放心買 但是很抱歉我對於民生銀行 的確有幾大的戒心 因為無可否認 由恆大物業引發出來的產業鏈的危機 例如銀行 以至其他物館都會受到牽累 所以現在處於這個漩渦裏面 我覺得無論是四條三的恆大物業 或者是市場盛存的債務都比較大的民生銀行 暫時仍然不如沾手 相反而言 如果以股價而論 大家在螢幕上看到 民生銀行較早之前 說回連線圖上來看 都出現新低 我覺得要有心準備進行止蝕 整體內銀 因為始終內房 如果不單止恆大 或其他房企有資金緊張的問題 銀行都可以受當其衝 不良貸款、壞帳 可能都會急升 有沒有說整體板塊 這陣子都不要碰 雖然沒有內房跌那麼多 但前景展望都是差 我想如果內銀這個版法來講 分開兩部份講 簡單講第一部份 就是四大內銀 或者加上招商銀行這五隻 在現在這個價位水平 簡單講建行這些五個六的邊緣 我覺得第一柱小柱吸納是可以的 縱使建行五個六入了 之後跌了五個四 五個四毫半 我覺得只要大市定下 這個內銀 四大內銀和招商銀行 應該會是第一批帶動大市反彈的主要版塊 好 我們都聽家庭觀眾的電話 有林小姐在這裏 林小姐Hello Hello 李慧智傑 你好 林小姐 想問甚麼 你好 你好 我想問建行有甚麼位置可以買 建行的人買三角八百毫 謝謝 建行人堂 其實走勢比其他老人好些了 其實有得升少少 不過這幾天就有個回調 建行能不能進入呢 建行來講 剛剛表述了 現在五個六邊 受着大市 即是繼續下市 二萬四千四的機會 我覺得低於五個六 接近五個半 大概在這十個價位裡面 這個觀眾是可以考慮吸納的 另外一個問題是 3988的中行好不好呢 兩隻比較一定是考慮建行 畢竟在最新公佈的業績裏面 四大內銀的業績 大家都保持到有一成的增長 但如果看其他裏面 營運的細數字來計 最穩陣都是建行 所以我建議在接近五個半附近 可以考慮第一駐買建行 好 留意控制駐馬 建設銀行 今天也稍稍偏遠 和大家看焦點打開報告 高盛首次給予阿里健康買入的評級 目標價是$17 主要看好醫療網絡化 網上藥房可以帶動到業績 保公司阿里巴巴提供很多流量 未來三年的收入增長相對快 估計年均可以升到4.8% 無理率都穩定 估值其實是教平安好醫生 京東健康是低的 預計平安好醫生未來三年收入的增長 兩成狗 不過會員產品的規模效益 仍有些不明朗 另外將京東健康目標價由$179 都降到$94 同樣相信公司要持續加強投資 來搶市佔率 看一看京東健康股 阿里健康今天都升到6% 其實反彈力度就做得不錯 怎麼看線上醫療平台 當然監管就不會鬆手 不過股價就跌了很多 所以會不會其實忽略了增長 有些少的 因為近期來說 似乎健康醫療的板塊 有些是超賣過了龍 隨著大行 譬如剛剛Miranda 報導 對於阿里健康大行的前景和看法 都再繼續調教得較為正面些 我覺得阿里健康和京東健康都可以留意 其實現在這些水平 小駐第一駐吸納 是有一個直播率 我覺得 我們都看看行止中收市的情況 今天行止中有得收升 升到97點 至24,765點 今早曾經見過 去年11月以來的低位 成交到730世紀 麻煩蘇先生和我們分析 節目時間夠 早上節目時間 看到港股連結四天 累積跌幅到1500點之後 今天終於有得反彈 不過動力又不算太強 總結今天低開78點之後 最多跌過243點 都要低 去過244、24這個低位 都是超過10個月的低位 其後反彈過8點 最多上去248、43這個位置 其後升幅又再度收窄 新經濟股、車股、內需股 更好一點 但總資金融股、地產股 都有高額 包括本地的地產股 總成交有737億多 看看恆生科技指數 今天特別要講一下它 因為大隻的大幅反彈 小隻的也有好表現 例如阿里健康的升幅 都6%升幅最大籃籌 整體科技股指數都升到接近3% 升到6415點 升到182點 看看其次的表現 今天9月份都升到102點 升到24749點 總成交71000多張 最後有港股中午收市表現 同訊升2% 升到461元 中國平安下級是7% 大家如果記得 它之前收到不少不良的資產 大家由恆大事件發酵 怕影響它的資產質素 今天跌幅最大的籃籌 亦脫底52.8都見過 中午收到53.15 美團升幅超過3% 上升到241.2 恆生中華企業 跟著國子去ETF 最近交投活躍 今天靠穩回 升到接近1% 又幫保險跌過2 看看第6至10位 影副基金升到6個線 阿里巴巴彈1% 快手升到4.6% 網易繼續跌2% 亦有監管因素 至於比亞迪內地 繼續鼓勵汽車下鄉 今天彈2%上升到255 看看其他籃籌股的形勢 今天國別發展 金融股都沒有運行 匯控有幫保險跌1% 唯獨港交所有都抗上升 升到3元 中華移動稍為上升到2毫子 去到47.9元 會氣跌2個線 後市怎樣看 請來Alvin 就是張智威和大家分析 HelloAlvin你好 HelloLauren你好 剛才跟你聊聊天 始終累積跌成1500點 今天半天都升得過97點 大家可能都說 真的升得過少少 加上第二樣因素 成交那裏只有700多億 反映市底相低之弱 加上你看的指標 還要看港匯 配合來分析 現在恆子還要再跌 現在看幾樣東西 都是麻煩一些 先講第一樣 先講技術分析 保力加通道 恆子始終一直都站不到 守不到保力加通道中軸 每次都是這樣講 都講了好幾個星期 守不到之後 唯有又要向下繼續走 去到下線 大概就是24,600到24,700到這些位置 另外在圖上大家都見到 RSI也都開始回落 由之前高位去到50 一直這樣下跌 現在你說夠低沒有 其實36又不算是一個嚴重超賣的情況 就是說後市 其實有機會可能都要再進一步向下調整 另外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港匯 如果大家拿到港匯的圖 再拿回恆子的圖來比較 基本上差不多走勢是一樣走的 大家跟著走 港匯又是自從去到九月初的時候 就開始轉弱了 然後去到九月初開始又弱了 反映到資金又開始流出港元體系 而這個時候我們見到恆子的圖也是 九月初開始一直反覆向下調整 去到現在24,700這些位置 除了你說技術分析之外 我們也見到恆大那些事件 擔心剛才Lauren也提到 會不會繼續影響到其他的板塊 或者會有些發酵呢 那些內房股大家都知道 之前跌得很厲害 另外資源股本來都是避險的 現在因為中央說資源價格 升得太急了 然後又跌 而本身公用股可以避險的 都避不到 變成很多這些因素 都令到打擊了市場的入市意欲 所以現在來看恆子 接下來會怎樣走呢 我相信還是會偏弱些 可能真的要再試一試一些低位 講到大概24,400 24,300這些水平 即是說大家可能都有心理準備 始終有機會補回之前的裂口 也都見到現在市底比較弱些 不過經常講跌沒有那麼開心 始終今天叫做反彈市 半日當炒反發有些什麼呢 立即看看 科技股不少變回綠色 今天美團阿里巴巴 騰訊都升到1-3% 京東小米這些好一點 升到1-3%不等 百度相當弱 今天彈回4% 京東健康升幅有7% 今天來講 線上的醫療股 阿里健康都升到6% 是否是升幅最大的籃籌 問回Alvin這個板塊 我都不是很有信心 因為還是有很多監管惹出 這些是否你們所謂的後抽 即是大跌之後反彈 短線技術反彈呢 其實你沒有信心是很正常的 這個時候都很難有信心的 就算我們見到畫面 綠油有一片 升2% 3%都有 但大家不要忘記 它之前是一跌 5-6% 8-9%地跌 由於跌得太急 也跌了很多 所以你說在低位 有資金薄反彈也好 或者作一個中長線持有也好 在低位很明顯看到 有些資金吸納 例如說騰訊 其實這隻來講 我一直都覺得是挺划算的 意思是挺划算的 理由是什麼呢 如果大家看回騰訊的業績 之前都講過 它的中期業績升成4成多 是有業績支撐著 現在以一隻股王來講 PE都只有大概22.6倍左右 其實是便宜的 如果有機會在借近450元 450元鬆一點的位置買入 然後駁它上500元樓上 我覺得這個機會都大 但問題就是 投資者真的要給點耐性 以及真的要有定心理準備 中央隨時可能又再出手 又約它傾談 會令到股價會比較反覆一點 所以你說作中長線持有450元鬆一點 這些位置可以買入 至於另一隻科網股來講 我比較喜歡的就是9618 就是京東 本身的PE不高 大概15倍左右 而業績增長亦都很亮麗 如果你說落回300元樓下 去到280元左右的水平 我覺得可以考慮買入 目標都是會看回300元樓上 這些都可以的 是 就見到它之前 一輪反彈動力都幾強下 而且它沒有阿里巴巴那麼慘 始終被受針對各方面的節目對象 就是9618 Alvin覺得可以留意一下 不過700 這些如果阿藥是阿渠傑聊天的話 大家就要小心一點 可能比較長線一點 還有其他板塊都值得關注 今天升得起有不少的醫藥股 板面那幾隻都是選出來的 看見都是一些CRO 就是醫藥研訓外包的股份 今天6127都升幅了6% 就是麥康農化成 藥名生物這些升幅4% Alvin他們算不算是過了最壞的時期呢 因為今年以來 原本他們都累積不少的升幅 但是開始有人就怕政策那個風險 因為就好像內地的監管層 都想在醫療那方面 就是希望民生好些 藥價降低等等 但是他們還是努力研發新藥 現價都已經調整了不少了 你覺得是否已經可以去到吸納的時機 還是再看看呢 我覺得可以的 之前中央針對那些醫藥 是那些藥物的價格 最主要其實是 就是希望藥價不要太貴 但是現在其實他們做 就主要不是買藥的 他們做CRO 那一隻CRO其實我都很看好的 理由是什麼呢 就是無論那隻藥 到最後去到臨床階段 那個藥物研發究竟成不成功都好 基本上他做CRO的部分 都不是很關他的事 他都是照收錢的 還有其中一隻 譬如藥名生物2269 我也很喜歡的 理由是什麼呢 就是因為他現在手上 其實已經簽了很多藥廠 講那些研發的藥那些業務 即是說接下來他都不優做的 那些研發生意 所以雖然大家要留意 雖然那個業務很漂亮 藥物的最後成不成功 也都不很關他的事 所以風險又不是太大 但是都始終要留意一件事 始終都是一些B字B仔股 簡單來說就是 未有真實的盈利收益 以及即使真的有些有都好 或是藥名生物那些都好 PE都貴得很厲害 講到234倍 所以不是說不行 但因為通常一有打擊的話 而PE高的股份 隨時一按被人按下跌得很厲害 譬如就算藥名生物這麼漂亮 140元樓上一跌跌到只剩100元 都曾經試過 所以如果投資者想買的話 都可以等一等 給一些耐性 去回大概110元左右這些位置 這些位置可以買入 目標價我覺得有機會會試回 之前大概130元的水平 好啊 他們曾經受到政策影響是什麼呢 大家在怕 改變盈利的模式 就看看他拿到那個新藥品那個 即是間前會怎樣 曾經有一大股股壓 就看看政策會怎樣 就見到今天來講 楊明生物升回接近5% 也都要留意著 股價的波動性 下國安B仔股都是比較大些 好 謝謝Alvan的分析 有沒有持有以上的股份 沒有持有相述的股份 好 麻煩你了 一會兒12.9 五時進擊再和大家見面 好